在y大于等于x-2的绝对值 还有x-3y加6大于等于0的条件之下 x加2y的最大值为何 接着我们要先做的是这两个直线带给我们的条件 第一个它有带绝对值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绝对值的当中是大于0的 所以我要算的第一个部分就是x-2本身是大于0的 因为当它本身是大于0去掉绝对值的时候呢 直接去掉绝对值不用变号 所以y大于等于x-2 好那我们移向一下呢 就是x-y-2小于等于0 好那我们呢找两个点 另外y等于0x就等于2 另x等于0y就等于-2 所以我找到20 还有呢0-2这两个点 好那原本我是不是应该要画一条直线 但是因为我们一天开始的时候就有先讲了 先决条件就是x-2大于0 就是x要大于2 所以我实现的部分呢 就只能画在x大于2的这个部分 而小于2的部分呢 我就只能画上虚线 好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当绝对值里面的东西小于0的时候 所以我的y去掉绝对值之后呢 y就会大于等于负的括号x-2 就是这个x-2去掉绝对值加一个负号 好那我们整理一下呢 x加y-2大于等于0 好一样我们找出两个点 当y坐标等于0的时候x等于2 当x坐标等于0的时候呢 y也等于2 所以我找到了20跟02这两个点 好接着我要把它用直线连起来 但是我们先头的条件就有讲x-2小于0 所以x呢就是小于2的 所以只有在x等于2的左边 这个小于2的部分 我才可以画上实线 好另外那边呢就是画上虚线了 接着最后一条 x-3y加6大于等于0 我令y等于0的时候 x就等于负6 令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2 所以我找到了 -60这个点 以及02这个点 我用直线把它连起来 所以我得到的区域呢 是哪一块 用圆点来判断 0-0加6 有没有等于6 6有没有大于等于0 有 所以圆点的这一半边是有包含的 好那我们接着呢 还有我们刚才的这两条曲线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看 0-0-2等于负2 负2有没有小于等于0 有 所以呢 在这一条直线来讲 好圆点的这一边是有包含的 所以呢就是 圆点的这一边 就是左上这一边 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如果我用0带进来 0加0-2等于负2 有没有大于等于0 没有 所以以第二段直线来讲 圆点的这一边没有包含 所以呢是右上的这一部分 好所以这三个区域 综合起来之后 就是得到我们的斜线的范围 好那这斜线的范围当中 我们可以取得三个顶点 这个下面的顶点呢 是20刚算过了 然后这个呢是02也OK 好那再来剩下的这个点 我们就必须要解连力 x-y-2等于0 x-3y加6等于0 所以我用第一式 减掉第二式 x相减没有了 好-y减掉-3y 所以就是2y 再来-2减掉6 所以呢就变成减8等于0 y就等于4 带回来我们的第一式 x-4-2等于0 所以x呢就等于6 所以我们的顶点呢就是64 好带进去我们的目标函数当中 x加2y的部分 好第一个点20带进来 2加上2乘以0 所以等于2 好再来第二个点呢是64 6加上2乘以4 所以6加8等于14 好最后一个呢是02 所以0加上2乘以2 所以等于4 那么我们的最大值 就会等于14 3加上3 1加上3 2加上4 2加上2 4加上3 6 7 薯 8 1 2加上3 4 3